看到外边这个队伍我简直就特别的害怕 因为外边排的队伍特别的长 还是这种带拐弯的 基本上就得有个百十米的样子 这个店是总店还是就这一个店的美女 是总店 你们这个店在长沙有多少家 三家 你们这个米粉主要是不是荤米粉 是我看有排骨有牛肚什么的是吧 有一共有多少种 这一碗大概有几两份一碗有几两份 三两份要人家买 要人家收 那像这个一般要排多少时间才能吃到 有时候排到阳琴那边也只要半个小时 那你们家有外卖吗 没的外卖 没的外卖 看这个粉应该是熟粉 但这下的时间比较短 这个总是等级好长了 时间好长了它会省掉 是好吃吗 那你们家一会有多少个工人呢 一十多个 二十多个 二十多个 我看都是美女们哈 没有男吃 是骨头汤 然后再加上最后的马 人家是没有外卖的 就是你想吃的话只有自己拍的 要是这个 要是这个 要吗 我里有 这个多么 对你们的粉就这一种哈 就是这样宽一点对不对 我们吃瓜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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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吃一种 一种面一种粉 只有这两种等于是卖 是的 一种面一种粉 你们这个店是多少年老店 二十几年了吧 二十几年了吧 这一天大概能卖多少份 一天我们吃三千多碗 两千多碗 三千多碗 三千多碗 一天能卖三千多碗的米粉店 他们家是只有两种 一种粉一种面 但是上面的这个马子 就是有十一种 而且是没有外卖的 只有糖食 有想吃 你只有排队的 是 三千多碗的 八百碗的 我刚才有点 你老过来人的 哈哈哈哈 你这个要不要 这不吃 哈哈 你打开 只要 我呀 我给你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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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都没有外卖是吗 现在我一直都没外卖 一直都没外卖 我看好多大包的 就是也得排队 打包子 是 拿来的 不是外卖 我没时间搞外卖 哦 我 在三 你们营业一天 再营业半天呢 二十四小时营业 二十四小时营业吗 没有 我们只早到 早上五点 早到凌晨三点 哦 早上五点钟就有了 一直到凌晨三点 一天营业二十多个小时 这个是豆角 豆角排骨还有鸡蛋 红烧肉 这是上面一小碗 一小碗的菜 直接放到盆里 就放到面去 然后旁边的那个七八个大盆 全都是盆里边的这个码子 来这吃饭的 基本上就是老常常人比较多 看着年龄稍微大一些的人 特别多 不是像那些网红打卡店的 一般都是的 年轻人多一点 基本上就是钻了米粉的话 就在自己找位置 那店里边是自己排队 自己端饭的 就是服务员是只负责收桌子 这是店里边自助的一些小咸菜 和长沙人特别爱吃的多辣椒 这个东西吃了下好以后 根据客人的口味自己加的 这个是我要的麻辣鸡丝 这是一碗是12块钱 现在加一些自助的小咸菜 多辣椒啊 胖多一点 估计吃了一会儿 再放一点这个 雪菜的满肉 都放一点 这是12块钱的麻辣鸡丝米粉 然后上面是红油炒的这个麻辣鸡丝 麻辣鸡丝是用小碗装的 炒好的一碗一碗的 然后最后我又加了些 他们店里边的自助的小料 有那个雪菜黄豆啦 然后有酸豆角 还有他们这儿的这个什么榨菜啊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反正就是加了不少 感觉这一碗米粉就得有半碗料了 今天早上我们来吃的是 长沙的公交新村米粉店啊 这家米粉店来了之后啊 你不难发现 就是来吃的一些顾客 基本上就不是那些网红塔塔店的那种 你看到店里边好多长沙本地的一些人 就是年龄稍微稍大一些的人 是特别的多的 然后他们店里的主营呢 就是有米粉和面 然后呢 上面的码子呢 就是十几种 人均的价格就是从八块到十几块钱 不等啊 不难发现他们这家店应该是长沙 比较良心的一家粉店啊 不难人特别爱吃辣 从这一碗粉上就能体现出来 无论是店里边自助的咸菜 还是他们店里边的那些码子 全部都是辣 可能我家的自助的那些免费的咸菜太多了 就又咸又辣 太咸太辣了 放点醋 放点醋 用多一点 湖南人特别爱吃粉的 米粉的也是他们主要的早餐之一 所以呢 店里边的生意特别的好 但是他这家店呢 不是只卖早餐的 他这一家店是营业22个小时的 是从早上的凌晨5点到 到到到第二天的 早上三点 22个小时都在营业 然后店里边排队的人呢 也特别特别多 基本上我们两个排了将近一个小时的队呢 排吃上 因为他家呢 是不 他家呢 是没有外卖的 只可以偷吃 然后无论你是打包呢 还是在店里面吃 都是要排队 所以等的时间就特别久 门口的这个队伍 简直就是有一百多米的样子 其实现在还不是早高峰的最佳时间 因为现在是早上的 基本上九点了